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曼曼 今天很開心接受到台灣福斯的邀請 然後參與他們的T-Family的活動 各位看一下我現在在什麼車上 Tiquang 對 這是202年式的大滿輩380 Tiquang 但這我的車我們還沒有到 等一下活動在9點開始 然後活動安排我們今天會試駕兩款車 一台是最新年式的Tiquang 380 然後第二台是T-Rock T-Rock就是它的車格比提框稍微再小一點 但是很適合在像台北市這種 城市穿車 對 城市休旅 CUV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就去來試試看他們的性能怎麼樣 同時因為我們在露營嘛 四輪驅動就很重要了 對 那實際上體驗怎麼樣 我們在路上再跟大家去講解 所以我們這兩天會抽提桿跟T-Rock 這應該是T-Rock 謝謝 這應該是桿 這是T-Rock T-Rock六車 正車 傻眼 那學抽鑰匙我沒抽過耶 可以來抽一次 好 謝謝 我明天早上沒有抽鑰匙的機會 好 好 這我有可能兩天都開T-Rock 沒有 明天會開提 只是不同台而已 早上 OK 傻眼 我剛剛本來想要試一下最新的一代提框的 結果我抽鑰匙之後 抽到T-Rock了 沒關係我幫你們試一下 這一台T-Rock的性能怎麼樣 台灣地區總長 請來我們 我們很開心 怎麼樣的車我們才可以稱它是 我們會幫我們吃 第一個吃它的動力 它其實非常的好用 因為你出來吃 你不想吃 你不要抽獎 不是 其他東西 我們會去收集的 赤桶 它是電森桌 待會我們可以抽選 只要將行李放釋在 OK 我去旁邊就掃到什麼 OK 剛剛聽完了 總裁的說明 對 他們都講得很詳細很清楚 對 但其實 我想先聊聊 你們 只是 我的天啊 沒有 因為我們都超級他們 所以他們都會認得 沒有 我 做很多功課都是看你們的 對 可是你們做了十分 大家都很棒 謝謝 所以你們兩個人 對 你生的呢 小朋友剛好不會有 就是可以幫我們過 對 好 對 沒有像 因為用背毛我懂我懂 對 對 就是第一次這樣兩個人 那你們 好辛苦 不會啊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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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可愛 小男生一定要帶出來錄影 對 對不對 就會壯病 對 好玩 真的 營區見 好 Yay 跟偶像耶 Yay 不過最近又出了新的燈了 有沒有支持一下 好 都我在追蹤 Yay 晚上一起來 一起來贏貨 Yay 有達哥在我們 有 有 我連木頭都在 我連木頭都在 相信我們剛剛遇到誰嗎 達哥說他知道我們 他 螢火部落 哇 一整排的耶 好High喔 我們要找來找 C-Rock 沒有反應耶 我們車在哪裡 一樓 剛剛 對 今天陪伴我們的車車 給美 Yay V-Rock 對 V-Rock 被出發 我知道你很想上車等我一下 你看喔 很可愛耶 其實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啊 你在歐系高級車進口車館都是這樣子 嚴格來說它的車隔壁我們的提换小一號 對 但是呢 它一樣是有這個4Motion 然後4Motion就是我們的四輪傳動 之所以上一次我們能夠脫困完全就是因為我們有四輪傳動 對對對 超級適合 就是山路啊 這些比較齊區哈口的路線 我其實還滿期待說今天 因為我們 他的整體表現 小夫妻時光 對 我跟你講多久 今天大發 請假 對 太好了 Tiraco我覺得他的整體內裝質感 比上一代好了滿多的 你看他的這個車縫線 整體的感受度就比較好 明明就是比較小台的 對 然後呢他一樣是 喔 調整電動座椅 OK 那我們就 來體驗吧 今天的目的是你們都看過的 飛鳥恰恰 古大發版本 由於我是上一代的體礦車主 所以呢我對於這些的操作呢 算是滿熟悉的 大部分的操作都很直覺 沒有特別的改變 連他的車側盲點 都是在一樣的位置 所以我上手起來沒有難度 尤其是我比較喜歡 他新世代的這種螢幕 一片的螢幕 比較大 然後他比較不會像 原本老實的車機的感覺 很有現代感 對 整體握起來的手感舒適度 也比之前我的那一代 浮屍體換來得好 因為他這邊有透氣力 會比較有運動感 因為你在駕駛嘛 所以你的其實位置 會比較往後一點 那我三個的話169 那其實位置的話 還算滿夠的耶 你知道用拳頭來比 對 還有幾個拳頭 對 大概將近兩個拳頭 一個半 但是他這邊很貼心耶 他有做一個側凹 對 他有做這個側凹進去 所以這個側凹可以讓你的 膝部空間又增加了一些 對 那往後座的話 我頭頂的部分的話 也是大概一個半拳頭 不會到覺得壓迫感 我覺得他的頭枕好燙耶 他的滿舒服的 喔 怎麼那麼軟 嗯 他好像比我們體況軟 是不是 我覺得有喔 而且他這個座椅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有做一個這個凹陷區 對 其實他這個凹陷座比較大 這就有一個夾緊的作用 有點類似桶型座椅 所以這個呢 就可以防止你在轉彎啊 駕駛轉彎的時候 身體側行滑動 原來 來看這裡 超級重要 直接兩個Type C 兩個 然後這個一樣跟我們一樣 是一個一塊很大的全景天窗 我覺得天窗蠻必要的耶 全景天窗真的可以讓你在室內坐的時候 你的整個開闊感會差很多很多 非常多 小朋友的家長 這個一定要 這不是選配 這應該是標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要看到飛機 小朋友 我要看飛機 這時候打開就對了 對 沒錯 而且晚上看星星 白天看飛機 其實如果你是兩大一小的小家庭的話 T Rock其實算是蠻夠用的 我覺得很夠用 或者都市男女 那就更夠了 更夠 今天是我第一次開白色的車子 嗯 我整個覺得涼 哈哈哈哈 而且我現在全景天窗是開著的 開著的 對 因為它的車身相對於體況來講 比較緊湊一點點 嗯 所以呢 我發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今天在台北市 對 在台北市鑽這些巷弄的時候 嗯 尤其是這種單行道的巷弄 對啊 覺得自己在玩命灌頭了 是不是 對 好 不要哼了 等一下有版權 好 好 我來你你你你啦 哎呀 那我跑到了中間休息 再來吃東西 吃一下 外兩個小時的車程 你就是洗一下 喝杯咖啡 然後我們兩個都忘記在燙眼鏡 然後是被火火油 我就看 順便找一下 真的很漂亮 放到我們自己的村上 剛換車忘記拿 尷尬球爆 然後嚇車 我看了眼鏡呢 欸 刺眼 臉襲袍的人啊 長得帥的人 通常 帶什麼都很好看的 怎麼樣 今天可以嗎 買在下面講大家一 在線等什麼 你都自己都已經買了 我當我買菜牌 已經結成就 喝酒了 喝酒了 對於是咖啡如命的我們來說 其實馬克是必要的 然後我現在在開高速馬 我用它的iQ Drive 用Level 2的駕駛 在幫我保持一定的車群 超輕鬆 原來現在開始在塞車了 不知道為什麼 跟平日很 我發現就是 新一代的體況 它的iQ Drive 它的 跟車 起步還有減速 更比之前更加線性 我相信他們在這上面 有做一些部分的調教 所以讓你更舒適的感覺 就是 跟人操控是一樣的 停是很Smooth 我覺得這點是還滿 令我意外的 稍微在山路上面操了一下 我發現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的 車身比較緊湊的關係 它的屁股擺動非常的靈巧 而且 超級順暢 然後它雖然沒有DCC的懸吊 但是呢 它的過彎的側頸抑制的非常好 基本上你是不太需要去含煞車的 方向盤一打就過去了 然後屁股很順的跟進去 你今天如果山路要熱血是 完全沒有問題 真的是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再搭配它的換檔撥片 過彎的時候基本上你 推擋 進彎 出彎 直接再上 哇 這個動態是完全沒有問題 油門反應非常的快速 然後指向性也很精準 哇 我覺得我快要變 統哥上升了 真的是一台樂趣充足的車 哇 它的動態平衡做得非常好 我剛剛一個U-turn上來 完全沒有感覺到側頸 我的天啊 哈囉 又見面了 又遞重游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You just move baby Move any way you need How do you do it darling Got me on my knees On my feet You can take me to the left baby Take me to the right You can take me 我還沒按嗎 然後你太快放箭了 哈哈哈哈 Oh baby Way you move is moving me Way you move is moving me 我们真的超级开心能够受邀参与福斯举办的T-Family活动 除了体验到新款车型的各项表现差异之外 也看见了露营教父达哥跟动灵小小太太 前辈的鼓励与分享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创作倍感动力 还有当天辛苦的工作人员们也是相当的热情 即便是在炎热的天气下 他们依旧努力的完成每个活动细节 就怕我们热到恶到 对于我们而言 能够跟各大媒体人同场 这不单单只是一场公关活动 更像是受到一种肯定 我们真的真的非常感谢能够得到这一次的机会 你觉得做得怎么样 应该会成功 应该会 你比较有把握的 有有有 我有比较注意细节的部分 完成 这次也太成功了吧 漂亮耶 你真的薄皮成这样 对啊 这次做得超完美 超完美 薄皮 然后又带一点脆 有一点点微焦 然后口味又不会粘腻 完全就是恰到好处 如果你 不过这个 我现在被美吃酒 那达哥他们现在也在做 你看 刚吃完下午茶 然后还有我们的披萨 现在闻到那个正正香味 是不是有要喂食我们了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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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发家 耶 能拍近的话 大家好 这这个时候就是互拍的时候了 实际上 这是要 要比连发吗 真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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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营界的那个元老吉啊 没有就是那个 推坑的人 不是推坑就是那个 死在沙滩上的那一个 看起来很可恶 热啊 我很热 很热 我不怕热只是会流汗 如果流汗可以赚钱 我就大疯了 小学都请假啊 对 你们是五岁嘛 我们现在五岁 接下来要小学 就是拼命请 不要客气 小学还没关系 请一天赚一天 以后啊大发的小学老师 就达哥说疯 就拼命请 真的 我已经讲了 那达哥说错 你小学请一个礼拜就补着回来 你到了国高中就没办法请 就拼命请就对了 拼命完 对 而且 我们很多粉丝的都 是看你们长大的 包括我们也是 不要讲长大 不要讲几岁 别变了 快来 你们也三集 我要等这个很久了 不玩久了 刚刚跟达哥 还有小小太聊了很多 聊什么 不告诉你们 其实就是很多 创作者的心声啊 对 我觉得帮助很大 哎呀他们人很好哦 嗯真的 对 给我们很多的想法 对 跟建议 这一次来 你跟上次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嗯 就没有大发 这是我们差别最大的一个环节 不同性质的东西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不同性质 上次是属于比较轻子类的 今天就是属于比较 我们来一下 一来就喝爆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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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连喝 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就是滑仔的感觉 对对对 好玩 下市不是还活动课立在要我们来 哈哈哈 非常愿意 哈哈哈 太狼吻 togetzi 會达佐 责步 你先不想画 蠻傻眼的,一直吃 吃不停 真的是吃不停 而且我们刚才吃到已经差不多饱了 他又送这一大盘过来 没有看到吗 满满的烤肉 有饱有饱 他们的胃食有点过分 有问过我饿不饿吗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而且有一点蹭酒 不能输 觉得他宵夜会不会又在喂完 不好说耶 之前是热红酒跟黄瓜辣酒 对,今天是什么 台品跟台品 他的鸡腿肉你一定要吃 我怀疑是上司那一款鸡腿肉 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就是腌的那个香料吗 对,非常厉害 吃过的,我目前看到的没有一个人倒散 哦 一样对不对 有个香料腌的 我刚吃到就觉得 诶,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本来还有一点就是觉得 小失望 因为他们的烧烤,他们的烤肉很好吃 我就想说,哇这次是吃一个set的那种感觉 没想到他最后还是给我们的烧烤 因为他这次直接烤够我们吃 就不用自己烤了 嗯 对不对 谢谢福斯 谢谢福斯 烤牛 聊ls 不到最后关头捲我放弃 可可� 是安稀教练讲的 受到一些ić 1 2 3 1 2 3 1 2 3 他直接 來不及我已經補到了 很糗 有點糗 等一下 我等一下再過來研究他 我會駕馭他的 好年輕喔你 才能帶狗上班 才能帶狗上班 你都沒有聽出那個 年輕有為 Auto Bass就靠你了 Auto Bass 各位早安 早安 昨天睡得好嗎 好 算喔 舒服 一樣就是扮著白噪音的聲音 其實真的是蠻好睡的 對很好睡 超好睡的 還是因為昨天喝的多了一點 等一下我們就會試駕提框的380 380是我很熟悉的一台車 對 那我們來試試看說 他的心事在跟我 上一個食材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都不一樣 對 像內裝啊 大哥早 吃過了嗎 還沒 還沒 那就 喔他在等 早安 這碗早安 等一下準備要check out check out 沒錯吧 退房 對 大家準備要退房 大家準備要退房 對 不要熟悉 然後昨天睡得也是很好 表現依如既往 還是在上自己養護 不管是在吃的啊 或者是在放鬆 因為畢竟這次是福吃煮飯的活動 然後認識很多好朋友啊 然後也跟了一些 前輩 對 有一些交流 所以整理一下我們 收穫還蠻多的 對 飛腦下腳這邊其實 我們來了兩次 我們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蠻適合做公司活動 嗯 或者是小 中小型車聚 對 或者是一些 團卡活動的 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地點 對 因為重點是他免搭帳嘛 都可以讓大家享受到這種自然氛圍 然後免搭帳因為省掉很多問題 對 那他的吃吃的真的不用擔心 喔 然後以及他們的空間使用 他們有個大草皮 你要在那邊上面辦活動啊 什麼的話 都OK 推薦給各大老闆 尾牙春酒 那其實一開始選擇輻射車的 就是因為他是 猴系鏡頭車 嗯 然後也是因為那時候 大巴出身 嗯 所以那時候決定要換 從預計車跳到猴系車 就是希望 主要就是看好他的安全 對 然後再加上呢 因為我本身也是蠻喜歡開車 我對車子也有興趣 所以 就會想要有一點點的小私心 在 安全 然後居家使用的情況下 這個前提下 再加一點點熱血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我們才會選擇 380R Line 大家不是說就是 這一台是熱血爸爸會開的車嗎 吃完早餐 聊完天 準備 回去 不用車站 喝行李 舒服 對啊 有點聊得太開心了 太正確 我覺得聊到時間 對 聊有點久 對 不小心聊太久 你們掰掰 我們要聊天 好大 好的 我們要去更多 我們要去開車 裡面 那天 還是暖壞 還是我們要去開車 整體調性開起來 到DCC的 我覺得開起來 還是有差 坦白說我覺得我DCC的SPORT模式比沒有DCC的SPORT模式更穩 那個過彎側傾意識更好 尤其是我們昨天來的時候啊 我是開TROCK 兩台車比較差蠻多的 然後整台車我都非常的熟悉 它的原本的旋鈕部分改成這個觸控感應式的 其他的東西介面啊 整個IU介面我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可以說是無縫接軌啦 然後我也終於開到了白色的TICORN 因為當時我們在訂TICORN的時候 我一開始就選白色 後來又要等車嘛 等蠻久的 然後黑車有限貨我就改成黑車了 所以今天就開了白色 那白色跟黑色比起來呢 我覺得最大最大差異就是車室內的溫度 我不誇張 差超多 我不知道他們的展示車有沒有貼隔熱紙啊 但是我的黑車是有貼的 而且我貼的是蠻好的 就是有懂車的 大家都知道FSK的冰鑽算是還蠻不錯的一個 隔熱紙 還是很熱 超熱 夏天熱到爆炸 然後白車確實差異真的蠻大的 所以 各有所好啦 對 黑就是帥 但是白色的話 Sport的感覺 更明顯一點 所以就看你怎麼喜歡 那畢竟在台中嘛 不開黑車不行啊 我覺得這就是試駕的一些心得啊 供大家參考 重點是呢 就是你要先知道你的需求 針對你的需求去選擇最適合你的車型 兩台車都是好車 在這個價位的 不管是安全性 操控性 或者是一些主被動的安全配備 我覺得都是 蠻適合大家可以去做一個選擇的 我是車評少廷 我們先 呵呵呵呵 這邊是大發加車評網 我們就 今天試駕就到這邊結束啦 下次見 OK 掰掰 掰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iQ Drive這一套 半自動駕駛的Level 2系統 如果今天我們在駕駛的時候 駕駛身體不適 或者是你手沒有浮方向盤 就是15秒之後 他會跳警視聲通知你要握方向盤 如果你還沒有握 第二次他會再叫一次警視聲 第三次你還沒有握 他就會幫你瞬間殺價 對 就有點幫你抖醒這樣子